韓國遺獎拍攝真的值得嗎? 會不會只有換頭照呢? 可以帶寵物嗎?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為何選擇韓國遺獎?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是嚮往去韓國拍攝婚紗的 但是因為疫情嘛,我們都沒辦法去韓國 所以我在網路上尋尋咪咪,終於找到我喜歡的韓式風格 而且要真的很韓喔 所以我就決定選擇韓國遺獎了 因為他是從韓國過來的嘛 又是韓國的攝影師、韓國的化妝師 那在第一次洽談的時候呢 他就跟我說韓國遺獎他可以一條龍的服務 這個對於我們兩個懶人 真的非常的方便 像是你的婚鞋、你的皮鞋都可以跟他借 而且不用另外加錢 重點在選擇婚紗公司的時候 我老公跟我講他不想要外拍 因為覺得外拍真的太累了 剛好韓國遺獎呢 他就是不用外拍的 他內景有40個 你可以在中間選擇15個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吧我不想再挑其他家了 我覺得韓國遺獎非常符合我的所有條件 我就懶得去看其他婚紗公司 我當天就直接簽約了 再來跟大家講一下 跳婚紗的過程以及注意事項 在跳婚紗前啊 他會叫你看一下他的Instagram 看你有沒有喜歡哪一件 之後要跳婚紗的時候 直接拿給禮服試看就可以了 但是呢你要注意一下 你覺得比較華麗 比較好看一點的 可能都是名品區或是雁客區 韓系的婚紗通常都會比台式看到的婚紗 再數一點點 所以你在網路上看到一些 YouTuber穿的或是藝人穿的 有些是雁客的禮服喔 看到的不一定能拍攝喔 另外比較高級好看呢 是名品區的 這個呢是需要另外加錢的 所以你預算夠身材好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你要不要加錢 那我的方案呢 是選擇三套的婚紗 我三套呢 都是挑全白的 你也可以說是換成禮服 因為韓國拍攝婚紗呢 都是以白紗為主的 所以我三套呢 都是挑白色的婚紗 那也是挑了三套不同的西裝 那西裝呢 是使用韓國的品牌 他的西裝真的蠻多種可以選擇的 不過你要先挑好新娘的婚紗 再去挑新娘的婚紗 所以挑選時間上呢 會比較趕一點點 如果你有喜歡的西裝款式 你也可以先提出來 所以真的很感謝幫我們試西服的小姐 另外呢 他也有傳統服飾可以做的選擇 像是中式的啊 或是韓式的 其實我真的蠻想要拍中式和韓式的看看 但在合約方案裡面呢 不能另外加錢多拍一套 所以這點大家要注意一下 剛剛有說40個場景 我們可以挑15個嘛 在拍攝前一天呢 他告訴我們更換了5個場景 所以後面5個場景都全換了 我個人是非常的滿意啦 剛剛看到照片上面的捧花 都是韓國藝將裡面使用的道具 你都可以免費的使用 所以你也不用另外買捧花 不過你要自己準備道具 也可以提前的溝通 像是氣球啊花瓣啊亮片 但是因為他前一天才告訴我 我來不及去買那種真的拍婚紗用的亮片 我就去書局買了亮片 結果太硬了 不好傻 用他們前一個客人留下來的花瓣呢 我覺得拍起來照片 好像沒有想像中好看 所以跳片的時候呢 我就是選擇沒有傻花的 另外呢 你要帶寵物的時候 你可以提前的溝通 他們會準備寵物的推車 讓你寵物 待在裡面 要拍攝的時候 再把它帶出來 不過呢 因為我們家狗狗真的太緊張了 所以總共拍了三個場景 我選了兩張照片而已 其實有點可惜啦 再來很多人說 拍韓國婚紗 就只是個換頭的照片而已 但我不會覺得 全部都是換頭照片 因為你可以選擇 大約10個喜歡的pose 傳到群組 告訴他說 你當天想要另外再拍這些pose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再來跟大家講一下 當天的拍攝情況 我是當天早上8點就準備梳化了 化妝師會問你說 你比較喜歡的口紅顏色 還有你喜歡哪種髮飾 然後他幫你做搭配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髮型啊 這個造型 要記得趕快跟對方說 像一開始我的髮型 雖然是蠻美的 但是因為個人的額頭呢 是比較高一點點 後面我就要求說 我要這種 鬚鬚的瀏海 會比較適合我一點 所以後面的照片呢 都是有鬚鬚的瀏海 像我老公呢 一開始他用的髮型 就不是很適合他 臉會顯得更圓一點點 額頭會顯得有點高 後面才有要求說 頭髮用比較不要那麼高 拍起來會比較順一點點 所以你不喜歡這個髮型的話 真的要趕快說 那拍攝當天呢 會有三個助理來幫忙你 像是弄髮型啊 用裙白啊 我覺得非常的細心 拍攝的時候也很歡樂 而且他們很會帶動氣氛 我覺得拍攝起來 經驗是蠻開心的 只是我們家的狗 真的就不配合 就沒辦法拍很多張照片 剛前沒有講說 你可以挑選喜歡的時髮pose 所以在拍攝當天 助理會把這些照片列印下來 然後攝影師會找比較適合你的場景 拍這些pose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照片好像會跟別人差不多 在挑片的時候 無天師位一開始會先教導你 該如何挑片 然後最後給你們兩個人獨處 慢慢挑選照片 再來刪完照片之後 我剩下照片還有100多張 這時候我挑片師就進來說 叫我如何去刪除不要的照片 然後慢慢刪 刪到我最後面啊 我真的太喜歡了 所以我總共保留了61張照片 還有包含他幫我們拍的幕後滑絮 當然多挑了一些照片 我就多花了一些錢 在挑片的時候 我們就跟挑片師說明說 我們覺得前面這幾套 髮型如何如何 想要修片 後面修起來的照片呢 就是真的比較令人滿意 那來跟大家講一下 精修的部分 我昨天才剛收到 第一次的精修嘛 那個照片呢 有些我覺得 好像有點太瘦 所以像我可以把它圈起來 說這邊不用把我修得太瘦 看起來不像我本人這樣子 或者是像臥蠶的部分呢 我想要保留一點細節 所以你在挑片的時候 最好用airdraw 把你要挑的照片 穿到你的手機裡面 你在看精修的時候 在做對比 哪些細節想要留下來 所以在挑片的時候 他又給我們一張合約 就跟挑片師說 這邊髮型想要遮蓋多一點 不要額頭露太高啊什麼的 然後助記說 新郎跟新娘 想要修改哪些部分 最後一個就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 價格的部分 基本上你有5到10萬的預算 你在考慮韓國衣獎 我們拍的價格 是比較高的那一個 不過你也不用擔心說 很多婚紗都會有隱形家家的問題 我拍攝的過程中 他都會強迫你 推銷你 要不要多挑一些照片啊 就是有點壓迫性的 讓你覺得 你要多付錢這樣子 所以這點我覺得還不錯 我多挑的照片 都是心甘情願的花錢 那以上就是我拍攝韓國衣獎的一些心得分享 最後放上我61張 第一次金秀碗的照片給大家參考一下囉 標籤 照片給大家記者 好 好 valued 每日 咇步 也 在 我們的 我們 我們的 需要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